我是貴智 你現在收聽的是法科電臺 法律歸法律 政治歸政治 我是貴智 我是羅毅 好 欸 貴智 這個我們今年啊 已經做了三題 各種不同世界大選的這個觀察 韓國 菲律賓 法國 法國 對 然後我們每次都找了一個不同的來賓來聊 其實觀眾的反應有點出乎我意料 出乎我意料的 好 對 就沒想到大家對選舉這麼有興趣 跟你一樣熱愛選舉 大家就這麼nerd是不是 就看到選舉都很興奮這樣 但我覺得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多選舉啊 就剛剛好 因為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 就是我記得我五年前的時候 剛考上律師的時候 我就自己在寫一些關於選舉的文章 然後那個時候就很多選舉 法國選舉 韓國選舉啊之類的 然後 今年剛好又遇到菲律賓選舉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這蠻開心的啦 那不知道下半年還會有什麼選舉 下半年喔 下半年好像比較少了 比較少了 對 所以我們就趁勢把它這個做完這樣 給大家珍惜一下 這個澳洲選舉自己聊完之後呢 暫時沒有選舉可以聊了 對 可能沒有 暫時沒有 對 我們今天聊到澳洲選舉 我們一樣也要找到很厲害的來賓 對 因為一樣澳洲我也是沒有那麼熟 對 但是還是有點印象 因為澳洲完全不熟 完全不熟啊 澳洲完全不熟 你有去過澳洲嗎 蛤 你有去過澳洲嗎 我去過澳洲 你去過啊 對 我小時候跟家裡去過那個澳洲 去哪裡啊 黃金海岸 欸 我也有去過 我去過兩次 我去過兩次 你去過兩次 好像去雪梨吧 欸 我也是 我也是 那應該是一套行程 旅行團都這樣玩的不是嗎 但我兩次都算是自由行 你們下次去自由行 對對對 我還蠻想去澳洲有一個什麼公路的 然後有一個海岸 聽說很有名 都還想不起來 我們先不要扯這個 先不要扯這個 先回政權 我們就跟大家講 澳洲其實怎麼樣 前幾天也是選舉 對 這個政權也是做一個更迭 而且澳洲這次選舉 我覺得我還蠻想要觀察的 怎麼說 澳洲這個國家 最近這幾年抗中的這個 聲音很大 對 非常非常大 因為他們國家 好像我自己看國際新聞 感覺他們國家的人 有感受到這個被中國滲透的危機感 甚至澳洲的國家電視台 還為此拍了一個抖音的紀錄片 抖音紀錄片 對 在講說 那個中國的勢力 會不會寄生在這個抖音上 對這個自由民主有一些 輕視的可能性 而且之前不是討論什麼 國安法 然後擔心台灣要定什麼 反滲透法 澳洲也做類似的事情 沒錯 因為他們已經覺得 他們已經被中國滲透的很嚴重 這非常非常有趣 但是這個抗中的勢力 好像在這次選舉當中 好像不幸落敗 真的嗎 這就是我最好奇的 對 因為我看那個新聞的那個畫面 有一個是 有一個很聳動的公車廣告 誰 什麼 他是習近平拿著選票說 請投工黨 哇 看這個也太聳動了吧 這是台灣的選舉吧 台灣選舉就是習近平寫 請投國民黨 請投新黨 這個畫面在澳洲也出現 我以為這個是激進黨的廣告 你知道嗎 所以真的有趣 但是一樣嘛 就是我們也有那麼多世界選舉當中 我們會發現 其實有的時候 好像也沒有那麼必然 對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可能要 還是要問一下專家 我們今天邀請的這位來賓 大家會發現我們邀請的專家 來賓都是跟我們年紀差不多的朋友 我們故意的 我們故意的 想讓大家聽看我們年輕世代的想法 因為有些人會推薦可能學校的老師 大學教授 或者是可能五六十歲這種專精國際關係 我們覺得這個考驗壓力有點太大 不要 我們要找就是跟我們同年紀的人 這樣還可以當朋友 而且我們今天很厲害 我們今天找到這一位 他在澳洲有輔選的經驗 有輔選的經驗 洛宇在台灣有輔選經驗嗎 一點點 一點點吧 那我是完全沒有了 他有輔選的經驗 而且他輔選的人這次又當選 對 是他老闆當選 所以我們就是要介紹今天這個來賓 那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目前是這個任職這個 某個這個關於封電的 這個公共事務經理 那當然這是因為我們今天主題 跟他工作沒有關係 對 就不講了 不然好像怕造成人家公司的困擾什麼的 對 但其實他也沒有跟我講 我也不知道 那他曾經就是在超過十年的職業裡面 有擔任過NGO 然後政黨 然後政治公關公司跟智庫 聽得很厲害 對然後曾經這個在工作之餘 他也參加蔡市長政治學 跟南島魯馬社 所以這個大家一聽都知道 就知道怎麼樣 是專業的 不過在正式開始之前呢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今天疫情的關係呢 我們跟韋婷是用電話連線的方式錄音的 所以今天韋婷的聲音音質 會比較不好一點 請大家幫我們忍耐一下 廢話不多說 我們歡迎今天的特別來賓 韋婷 韋婷 哈囉 嗨 對 其實你們在介紹 對 剛剛Tim在講那個澳洲的東西 就覺得很懷念 已經離開一陣子了 現在都跟那個澳洲的朋友 都像網友一樣 然後透過一些就是臉書 或者是一些比較社交平台 在討論而已 對啊 所以我們剛才講的一些地名 也都很熟悉 你說的那個公路應該是看那個十二使徒的那個公路 好像是 對對對應該是那個 對對對 韋婷你在澳洲住多久啊 我在那邊待兩年 我在那邊待兩年 其實我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就是前幾年 就是在疫情前 其實很流行澳洲打工度假 對 我很想去 但這個是我人生沒有付諸實踐的一個 唉 就算了 講講 該不會你的劑已經超過了吧 我已經超過了 哇那可惜了 我記得三十歲之前是不是 對啊 對三十歲之前 對啊 我也超過了 沒辦法去了 沒關係啦 以後去度假就好 不要打工 哈哈哈哈 我那時候就是去打工度假 然後 只是我跟大家做工作比較不一樣而已 就是去浮選這樣 喔 怎麼會有這樣子工作的機會啊 大家去打工度假 我有很多朋友去啊 都是在什麼葡萄園弄葡萄啊 去割羊毛啊 或者去什麼屠宰場弄那個牛肉豬肉的啊 對 但是你是去浮選 你要不要跟觀眾講一下說 你這個這麼特別的機會就是 你這個選戰經驗是什麼 然後你幫誰浮選 對 好 其實說實在那個 一般的工作我也一開始也有做啦 我有還是有 因為打工度假如果大家有 一點點概念的話 也許我們聽眾有些人有打工度假 過後準備要去打工度假 應該會知道其實基本上他的簽證就是一年嘛 那你如果想要待更久 你就至少要做一些一級產業的工作 例如就是像你剛才講的在肉場啊 或者是那個農場這種東西 那我一開始的確有在農場先做了三個月 然後做完以後 因為其實我當初想要去浮選打工 其實就是想要做一些比較 跟自己對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質疑還比較有幫助的一些事情 不是就只有就是可能真的去度假去玩而已這樣子 所以原本一開始設定是想找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農場打完工 找到拿到2000以後 我就移動到墨爾本 這個就是在澳洲算是NGO的那個集散地 最大的城市這樣 那但是那時候墨爾本 我大概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 就是還是找不到NGO這個工作 那後來也運氣很好的 我遇到貴人就是我們那時候 有室友就跟我說 你如果一直透過網站去找 可能你永遠都找不到理想的工作 你可能都會找到那種一般背包客 可以找到的那些比較就是一般性的工作 那你要找這種NGO是非常特殊的 特殊的一個行業 然後職缺可能本來就不多了 所以你可能真的要去諮詢一下一些比較local的人 看看他們就是當地人他們的那個管道在哪 當地人找工作管道通常就是找當地的仲介 而且他們的仲介很特別是政府的工作仲介 那所以其實這也帶到就是說 其實那個澳洲政府他們在福利制度這邊 就是做的算是蠻完整蠻好的 就是他們甚至有在幫就是一般民眾去協助 就是找到合適的工作這樣 那而且是甚至連像我們這種就是非本地人 他們也可以協助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就找到一個當地的一個仲介 而且很幸運他本身是希臘的移民 所以他很了解這種外地人在澳洲當地工作 其實不太容易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那時候他就有反正就是透過一些協助以後 然後因緣際會就找到了這個澳洲綠黨的這個 這個一開始實習 然後我實習的這一個議員呢 就是現在的那個澳洲綠黨的這個 我們知道黨翻成中文叫黨主席啦 就是那個Adam Band 那他這一次當然也有勝選 而且比起前幾次又在贏很多 我那時候參加他的那個服選團隊的時候也是贏了 那那一次其實已經是第二次了 那然後那一次我記得我之所以會有機會進去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剛進去的時候 他們的剛好選戰策略就想要就是轉向到 就是去爭取移民的選票 所以會需要有一些就是有雙語能力的人 那那華人就是我們先不要去定義華人啦 反正就是對他們來說華人就是會講中文的人 那對他們來說只要就是他們想要打入會講中文的 所謂的華人社群這樣 社群 對那當然我進去有跟他們大概在就是 交易了一下華人其實有分很多種的 但那是後華這樣 然後然後反正就是那時候 因為華人社群在澳洲尤其是墨本 其實算是蠻大的一個社群 那所以那時候剛好他們的策略是想要打入移民社群 然後就有需要像類似像我這種人這樣子 那就進去就是協助他們就是來做這個服選的工作 那之所以他們會想要就是打入移民社群 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那時候才剛做的民調跟對手之間的差距就不到100票而已 那我好奇那他當時的對手是哪一個政黨 就是這次贏的工黨這樣 哦 所以就前面有在提到說那個工黨跟綠黨之間的關係怎樣 我覺得那個很有趣啦 就是說當然他們在之前也曾經組過聯合政府 但是實際上他們是競爭同樣的 他們的應該說他們的選民是有重疊的 通常都是對工黨失望的人會投綠黨 比較像時代力量跟民進黨的關係嗎 是嗎 有點像吧 我不知道怎麼精確去拿 我體感認為是這樣啦 也許很多人不認同 但我體感認為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他們重點很不一樣 但是會不會因為工黨是大黨 綠黨應該相較比較小黨 民進黨跟激進黨的關係 可是喜歡激進黨的好像不會對民進黨失望 我先說這是我個人的體驗 我個人的感覺我身邊支持實在量的朋友 都不喜歡國民黨 也都不喜歡民眾黨 他們會覺得 真的喔 他們也未必沒有那麼喜歡 他們未必很討厭民進黨 但他們會覺得民進黨做的不夠好 OK理解 對我的意思是這樣 喔 那我好奇他這一次選舉的對手也是工黨 對 喔 這個有趣 應該說工黨跟自由黨也都有啦 都有派人 因為兩大黨一定都會派人 對 講到就是說差100票啦 然後所以那時候才會進去的關係 觀眾聽到這邊 那一定會很好奇就是 那澳洲到底是怎麼選 因為每個國家的選舉制度都差異非常非常大 我們舉例來講 我們上次分享過菲律賓 菲律賓副總統跟總統是怎麼樣 分開選的 對 這個是完全不一樣 對 那大家就很好奇 那我們澳洲 他們這次 我們都說它是國會選舉 但是 國會選舉 這次很明顯的工黨贏了 首相就換了 那我們就可以直觀地知道它是一個內閣制這樣子 我已經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就是 那在澳洲有沒有哪一些政黨 是比較有名的 然後 比較會影響整個澳洲的政治 那他們分別代表的立場 又究竟是什麼這樣子 好 就是我覺得澳洲的政黨跟台灣的政黨比較不同的是 他們左右的那個路線比較明顯一點 如果大家對所謂意識形態的左跟右有比較了解的話 那所以我們從右邊的光譜開始講 因為這是被打敗的就是右派的就是自由黨 我們通常都會講自由黨 可是實際上它其實有一個跟它一起聯盟的這個國家黨 那可是因為他們聯盟太久了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你不管看澳洲的媒體或國際的媒體 他們很少提到另外一個黨 都會講的都是自由黨 可是實際上它背後是一個聯盟這樣 那這是比較偏右翼的 暫停一下 就是因為每個國家的左跟右翼不太一樣 在澳洲的左跟右指的是什麼 你如果以就是勞動政策來看的話 就是右翼的這個自由黨他們呢 就是比較不那麼就是支持 你說他不支持勞工也不對啦 就是說他相對來講就是 對於勞動權益不是他的主要關懷 OK 那可是像左翼的這個就是工黨 就是他們其實是有很強大的工會系統一路支持上來的 所以勞動權益會是他們的主要關懷這樣 了解 然後另外就是說你也可以看到就是 例如說像在移民這層上面 就是在工黨這邊可能就會比較保守一點 因為他們就會對移民可能會有比較多的考慮 因為你可以想就是這種工會出身都會希望就是工作比較是在地人優先 所以他對可能移民政策的話會比較相對來講會保守一點這樣 那另外例如說像在對企業的政策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那個在右翼的像自由黨這邊 他對企業相對來說就會比較友善一點 然後還有再來像最重要就是社會福利制度 社會福利制度的話 工黨這邊他會比較支持社會福利制度 願意花比較多的預算在建立社會福利制度上面 可是自由黨就相對比較少 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我那時候去的時候 其實是工黨正在走下坡 可是那時候他執政 然後那一次雖然我老闆贏了 可是實際上就是後來上台的是那個自由黨 然後就是後來大家很討厭的那個Tony Abbott 就是他被製作了很多就是很可笑的版本 因為他其實本人長得有點有趣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魔戒 魔戒裡面就是有一個那個 我忘記那個角色就是很喜歡那個魔戒的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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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叫什麼 哇糟糕我沒有看魔戒 你有看魔戒嗎 我忘記名字了 我大概知道講誰耶 對我一時間忘記他叫什麼名字 反正就是那個很喜歡魔戒 然後每次就會拿著他的那個魔戒 然後在那邊說My precious那個角色 然後Tony Abbott常常被他們 他們兩個人的影像常常被重疊在媒體上面這樣 可見澳洲人有多討厭他 可是 咕嚕喔 對對對就是 就是他 然後你們可以再搜尋一下Tony Abbott 他長得其實跟他有點像這樣 等一下咕嚕嗎 對 那咕嚕那個誰啊 咕嚕之前那個誰有有人說那個很像咕嚕啊 那個洪秀豬啊 哈哈哈哈 真的假的 哈哈 對 然後所以 所以我那個影響政客就是說 那時候從工黨換到那個自由黨的執政的時候 最明顯的就是 預算 社會服務預算整個被大幅刪減 喔 所以你就會看到那個政策的改變是很明顯的 就是不同的 左翼跟右翼的政策上台以後 那個 那個政策的改變就很多 所以像這一次就可以預期 現在工黨上台以後 他們社會服務的預算就會增加很多 而且實際上這也是他這次的政策啦 你看到他這次政策裡面有講很多 包含要增加一些老人照顧的預算啊 要增加一些其他的社會服力預算 你可以 預見接下來很多的社服預算都會回來的 所以這是兩邊最明顯的差別這樣 我們剛剛講的右邊 對 自由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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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像 虽然我们刚才说他们有很多 对虽然我们刚才讲说 他们有一些政策上的差别 可是实际上 例如说像移民政策好了 其实你认真去看也没有差多少 然后福利政策 虽然的确工党会比较支持 可是相较之下 他也没有多 那个自由党多少 但是我们可以预期经过这么多年 失去政权 也许这次他会改善一点 可是那时候他之所以会 失去政权 有一大部分原因 就是很多人都觉得 他越来跟 就是跟自由党越来越像 所以他在几年前 才会失去掉他的政权 然后变成自由党执政了一阵子 应该快十年 对十年了 这个很有趣 跟大家讲一下 澳洲是三年选举一次 对所以是这个 比方说这十年来 就是我们讲自由国家联盟 一直不断的获胜这样子 我觉得大家听到这边 一定会觉得很有趣一点 就是我们在讲这个澳洲选举 从刚刚尾提讲下来 你有发现其实跟 法国我们在讲的时候逻辑比较像 对 就是那个政党啊 那些光谱比较像 对跟菲律宾好像就有点落差 对 菲律宾好像又是另外一个世界 对 然后南海可能又有点不太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 就是每一个国家 所谓的什么 就是他们怎么去划分 他们的不同阵营的逻辑 价值意识形态都完全不太一样 对 我觉得很好玩 对 这蛮好玩 我觉得这真的蛮好玩 这很好玩的 因为看到大家在意的事情 都不太一样 可以看到大家的文化脉络 也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可以看到在这个国家 他们怎么样去分配 同样的事情在不同国家 他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讨论 因为他的那个政治势力 其实不一样 但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觉得很好奇的事情是 好比说像这次工党大胜嘛 对 我就看习次确实是大胜 那这个自由国家联盟 就很明显是输了 可是这个自由国家联盟 就像刚刚韋婷讲 它其实是两个政党 以两个政党为主啦 一个是澳洲自由党 一个是昆斯兰自由国家党 那我们讲 那就是刚刚讲的国家党 所以我现在临时有个好奇的问题是 所以昆斯兰自由国家党 在昆斯兰就真的比较受到支持吗 对 而且其实你如果去看 进一步去看这一次的 那个选举投票结果 你也可以看到 虽然在全国性的这个选举里面 自由党失去了很多的习次 在各个就是我们说的 各个不同的州里面 他大部分他都输了工党 可是在昆斯兰 他还是保有非常多的习次 比工党还要多的 所以可以看到昆斯兰是相对来说 比较保守的一个州 那我觉得也跟他的背景有关啦 昆斯兰就是像你们去玩过的 那个布里斯本所在的那个州 那他就是一个农业大州 OK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就是 为什么他会相对比较保守 OK 我觉得这个想到一个 在比较久之前有讲到一个东西 就是保守农业大州 跟什么很像啊 跟美国 OK 就美国的比较可能是乡村地方的 对 他就会比较支持共和党 中部地区这一块 就会只要支持保守政权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可能我觉得 可能比较相类似的地方 如果我们稍微看一下选举地图的话 你会发现就是你看我们以前 就是台湾选举不是看哪边蓝哪边绿吗 对 那蓝银就基本上几乎都是比较偏蓝 绿色银的话就比较多偏绿了 可是你看 什么意思 蓝银但偏蓝银是偏绿的意思 不是啊 那个选举地图的那个颜色的划分 但是你现在看澳洲 他即便是这次工党赢 但是他整个地图看起来还是比较偏向 就是自由国家联盟的颜色 那我在想就应该这个就是因为工党的支持地 多半比较是集中在城市吗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你可以这么说啦 就是工党他这次在那个维多利亚州 跟那个新南威尔斯州的那个选的状况都蛮好的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呃这一点你知道跟谁很像你知道吗 跟谁很像 这一点又跟英国有点像 英国 对 就韦庭我们现在刚好在荧幕上 刚好在看那个选举地图 就是你会发现虽然工党是赢的 但是很明显工党的红色都集中在什么 很小的地方 城市地区 对 那其实像英国我一直有观察就是 他的工党的支持也多半会集中在比较城市的地方 OK 所以这很有趣啊就是 呃所谓的工党 他只要替劳工政策去发生 但是他的支持者 反而是比较精英阶级的 是这样的意思吗 韦庭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也不一定啊 因为其实工党他背后是有非常强大的工会在支持他的 像那个时候我在浮选的时候 然后我虽然是帮绿党服选 但其实因为我有有创立一个叫就是 替换台湾打工度假联盟 在处理有关于就是台湾啊 台湾人在澳洲打工度假遇到劳动剥削问题 所以同时间我有跟工会有比较多的联系 那每次我去参加工会活动都可以很明显看到 他们跟工党绑得非常深 甚至会鼓励所有参与工会活动的 不管是志工或会员 直接会被动员去参加工党的选举活动 这个就是台湾的工会运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 但是你有想过一件事情 如果台湾工会运动我自己从现在观察来讲的话 因为刚刚韦婷讲的很刻画很仔细嘛 就是大家听到现在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的工会运动跟工党是很紧密的连接的 工会系统 对 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 台湾的工会系统好像都会 常常会被觉得就是我们不要太政治化 对不对 但是很明显澳洲是刚好相反哦 我们就是要政治化 就是被动员去支持工党 这个很大的差异 这很大的差异 我觉得那个澳洲他们在做 在面对政治 就是一般不同的群体在面对政治 对我当时也蛮有冲击的 除了工会以外 还有像那时候我在绿党服选的时候 有好几次我们是进入校园里面去办活动 然后甚至是直接在里面摆摊 就是拉票 我这台湾不可 那我当时很压抑 我那时候还问我的同事说 说这是所有的政党都这么做吗 还是因为绿党比较受年轻人欢迎 所以我们才进得了校园 然后他们还很困惑说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就是然后后来我跟他解释说 在台湾就是政党是不能进入校园 做任何活动的 然后他们的反应就觉得这很有趣 然后也觉得 有点无法理解 因为他觉得说 为什么校园里面不能够参与 不能有任何政治的那个活动 那这些校园的年轻人也有选票啊 那难道他们不能够 反正他们出的校园还是会参加 那为什么要阻止他们 就是进来 就是校园里面跟年轻人有更多真实的互动呢 对这个很赞 而且这个台湾完全不一样 台湾不要说校园 捷运站也不行耶 大家捷运这时候发现 怎么禁止在 怎么禁止拜票活动 很多社区的那广远会 都在社区贴说 本社区卸决拜票 对对 所以台湾就是觉得政治 不要进来 但我觉得要跟观众讲一下 我觉得这是有脉络的 因为过去国民党时期的时候是 党政军全部强制进入校园 大家都必须是国民党的 所以受到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抵党的方式就是那先退出 可是澳洲跟台湾不太一样 是澳洲都平等嘛 就每一个政党 我们不会哪一个是有一个系统性的植入学校 那彼此既然是平等的话 大家进入校园竞争 我觉得有合不合 OK 所以我觉得台湾就是 就是因为在白色恐怖 跟国民党统治的那个状态底下 所以造成大家对于政党进入学校是害怕的 但其实我觉得白话一点来讲 是政党不是不能进入学校 是不能像国民党那种方式去进入学校 你不能用控制的方式 你不能去设立一个教官 然后当国民党的英权 然后在人儿市那边 就是这边监视别人 这个不是政党进入校园的方式 我的观点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是因为白色恐怖时间太长 在这个民主化过程中 我觉得民主的活动 政治的活动 某种程度上 某一些政党就不要讲 某一些政党 他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 他去污名化这些事情 他让人家觉得说 在这边败票很吵 在这边弄这个抗议 会破坏社会秩序 所以这些政治活动 在台湾我觉得有点 在过去的某些脉络下面 他被刻意的污名化 他让大家觉得说 这种事情是不登大雅之堂 不应该出现在公共场合 神圣的学校 这是你的权利可以 担心你到其他地方去 他变成这样子 但是政治权利 这是生活 他应该要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出现 你刻意设而不见 什么意义呢 就像韦婷讲的 学生在学校里面 不能够参加政党活动 所以他就要 秀他参加就好了 那还不如就让他 在校园的时候 从小就开始 培养这个民主的氛围 从小开始熏陶 所以不是都把它设而不进去 觉得大便很脏 不要碰 我觉得台湾的氛围 一直是这样 讲到成抗 讲到这种败票 大家就觉得利益 利益输送 挂钩 贪污腐败 你都是被控制 那如果大家一直对政治 是这样的想法的话 台湾民主怎么会进步呢 对啊 对不对 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台湾的民主 很可惜 这过程中 有一些本来应该是干净的 当然参与的人 过去当然也很多 口皮早知道的事情 一定会的 但是这些事情被放大 然后让民众不喜欢 无名化这件事情 这反而会妨碍 台湾民主进步 那我觉得澳洲 这个是很棒的 因为我也很紧讶 因为刚刚一听到 甚至进入校园 台湾明天就在联合报头版 我跟妳讲 像洛义之前在大学的时候 就弄一个成抗社团 对啊 意义性社团 意义性社团 票码社 对我们学校 搞通搞西这样子 对被当成学校里面的 顽劣分子 我真的 我其实有被系上的某些人 真的 被认为是报名这样子 因此失去了某一些 机会 对啊 这个之后再说 好我们回到澳洲的东西 要继续问韦婷的事情就是 那很明显这是 自由国家联盟输了嘛 那自由国家联盟之前的这个首相啊 叫做Scout Morrison 我先打断一下 我们讲了半小时 我们还没有讲澳洲的 政治制度是什么 讲选举讲半天 他们这次到底选的是什么 我们还没有讲 你想要先讲选举制度 总是要 有一个轮廓吧 好有先讲 那就先讲选举制度 没问题 我们不需要深入聊 但是总是会有听众朋友 他根本就毫无概念吧 大家而且我们的听众有时候很挑剔 很喜欢听一些硬的知识 不讲硬的知识还不开心 今天这硬道报跟大家讲 澳洲选举制度 我看过世界那么多选举制度 最难的 以前政治学上讲到这个地方 我自己来赌 我都跳掉 我们先不要讲那么困难的那个东西 我们先讲澳洲政治制度 他们是总统制在内阁制 内阁制 所以内阁制 不选国家最高领导者 澳洲的国家最高领导者 元首是谁 就是最大党的那个党主席 不是吗 应该是英国女王 是吗 是 他还有一个代理人 他还有一个代理人在那个澳洲 他有代理人 他有一个总督在澳洲 真的假的 澳洲那个国会通过法案之后呢 是给那个英王的 英国女王的总督批准 他是大英国协的其中一个国家 那我岔开我好奇 那谁可以当总督 女王指定的吧 这我还真的没有想过 对因为听起来这个职位很 我超想当的 你说他在工作就是出来 签签名就消失这样子吗 我超屌 我超屌 但我不用负什么政治责任 没关系这个我们再查查看 好再查查看 所以澳洲的名义上的这个元首 他就跟日本跟英国一样 OK 就是他是还是 不能说日本一样 因为澳洲是大英国协的会员 但是也是 元首是女王 元首是一个没有政治实权的人 首相才是有政治实权的人 所以他们今天是在选的是议员 对 然后选完议员之后 才决定首相 对 对对 好 这就是工党大胜 所以就变成工党的党魁要去当总理 对 可是他们的选局 我们再补充一下 就是他们算选的是议员 但是他们还有分 就是参议院跟众议院 对 所以是众议院的最大党的那个领导人 才可以作为首相 OK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 但重点来咯 怎么选 对 这个很困难 英国就很简单 单一选区一票制 对 那个选区 大家谁最高票 谁就当选 对 然后每一个一个算 就谁最高票 对 澳洲可不是这样子 我觉得澳洲的那个选举制度啊 投票的那个方式啊 在以前辩论的时候会拿出来当例子 对 对 有时候这个选票制度很好 对 不会浪费选票 但是重点来咯 你大概解释了三分钟 再长没有一个人听得懂 裁判都听不懂 我后来是上YouTube看 澳洲有一个 澳洲他们的公共电视就是什么ABC 还有做一个短片 哎呦 真的哦 解释 我有贴给你看都没有看 你有贴给我吗 你可能确诊在睡觉 所以可以播出来吗 你确诊事情可以讲吗 应该可以啦 我们下一集 等一下再录 再跟大家讲 反正用影片澳洲能看懂 OK 但是不管怎么样 太复杂了 我们还是请专业来讲 交给韦婷 要不要介绍一下 澳洲所谓的制度叫什么 偏好投票制 那到底是什么 好复杂 听说还要排顺序什么之类的 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跟你说 其实他们这个偏好投票 是复杂到可能 他当地人都解释不清楚 所以 我可以先讲一下制度跟 实物上就是当地人 他们怎么处理 制度上这样来讲 就是说以众议院来说呢 就是他们现在 划出一个选区 例如说以墨尔本 这个选区 墨尔本市区的这个选区 那 假设今天有16个候选人参选 这个选区 那你选民 你就会拿到一张 长长的票里面 有16个候选人 那每个候选人上面 都会有格子 你就要开始 从这16个候选人里面 填写你的排序 而且是1到16都要写 漏一个号码 你都要就是都算废票 对对对对 你说什么 漏掉一个号码就算废票 对所以你1到16都要写 每个格子都要写满这样子 好严格哦 我的天哪好严格哦 那写到后面那个黄身 新党跟统住场 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排 好所以实务上是怎样 你知道吗 实务上就是因为不会 不会有人想要就是 去记得所有他自己的排序 而且你想这样 他要写多久 他如果投票的那个所里面 然后在布联后面 才开始在那边想 哦在1到16都要怎么排 他可能投一张要投非常久 所以实务上是怎样 通常每一个那个候选人 他就会直接就是印好 一个那个偏好的那个 那个类似像投票小抄给他们 然后上面就只会建议说 你1到16怎么排 然后当你投票当天 你就带着这个小抄上面 上进去照抄就好了 跟公投一样哦 跟公投一样哦 跟那个2018年的公投一样 对啊 就进去背 哦三好两坏你们 对啊 对 所以选举这都太复杂 这太复杂 因为太复杂 这真的太复杂了 而且像刚刚桂姿有查一下 台湾曾经立委 最多人 最多人一次在几个选区选 这很有趣 2019年台南有31个人去登记 1到31写到什么时候 我真的会疯掉 会疯掉 我真的我真的疯掉 我跟你讲 王炳忠跟张安乐 我真的会不知道 要怎么排第15还是第16 我真的会排 我可能会站在投票所那边 站一个小时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排 王炳忠15张安乐 王炳忠不行啊 怎么可以排倒数第二 对啊 张安乐倒数第二 啊写不下去 也不行啊 对啊 哎 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还是他们已经习惯了 他们已经习惯了 所以通常他们都会带小超进去 而且 而且插题讲一下 其实澳洲选举还有一个 跟我们队不一样的地方是 他们当天还可以拉票 所以你会看到 当天可以拉票 对 所以投票当天 你会看到很多 就是候选人的竞选团队 跟他的志工 会在投票所外面 发送小超给你 所以你如果当天忘记带 没关系 当天会有好多人 发小超给你 那所以会不会有一个 发给你 我不要你的 我要他的 会 会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港湖住港湖嘛 港湖区五个人参选 我要按照自己的喜好 从一编号到五 对 那这个顺序拿来干嘛 对就是排完 然后呢 对要干嘛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为什么不勾就好了 所以这是投票的部分 接下来 这就关系到怎么计票 所以你看像今天已经 他是礼拜天投的嘛 到现在还有五个席次 还没有决定 到底是谁当选 就是因为这个计算 太久了吧 计票太复杂了 他们计票通常这样 就是我今天假设 这一个选区 我有假设 有一万张票好了 那也就是说 我过半 就是我要拿五万零一张票 那所以他第一次开票呢 他就是开出 这十万张选票的 所有第一篇号 这个第一篇号 如果有人在这里 就拿了五万零一张票 过半了 那他就赢了 如果没有 结束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 OK 那如果就是 开完第一 没有人过半 没有人就是 第一篇号过半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 开第二篇号 OK 就这样子 对 那你就会想 那后面的那些 就是例如说 十六个候选人 我已经 我会从一写到十六嘛 那我例如说 我投的那个前两个 他基本上是 没有就是进入 就他 例如说他是 三四五后面的那些人 他的票基本上就没有了嘛 那他的票 就会开他的第二篇号 然后第二篇号 如果假设 例如说 他是属于工党的 他这个第二篇号的 这张票 就会被送到工党去 工党就加一票 所以有可能是 我第一篇号开完之后 我领先贵制一点 结果 但是因为贵制的立场 比我温和一点 也是第二篇号开完之后 他反胜我这样子 会有这样的状况 有这个可能 对 所以你会看到 就是说 人家一直说 这种选举 比较不会浪费选票的原因 是因为 例如说像工党跟绿党 有很多 就是他的支持者 是重叠的 他可能会挣扎说 哎那感觉工党比较有赢面 那我投工党就好 不要投绿党 那可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通常去拉票的策略 就会说 不会啊 那你把绿党放第二篇号 对 我确定讲 所以你在绿党那时候的 浮选的经验就是 呼吁大家把绿党放第二篇号 这是一个策略吗 当然首先要他们放第一篇号 然后遇到那种 很优秀说 可是我觉得那个 我比较想要 我觉得你们很好 可是我家人希望我就是那个 比较支持工党这样子 或者说我觉得你们好像赢不了啊 这样子 那我们就说 那你给我们一个机会放第二篇号 哦 这策略变得很复杂 对啊很复杂 就是在台湾会操作气宝 在这样玩下去的话 气宝的操作变得超级复杂的 对啊 所以就没有气宝啊 那边没有在操作气宝 就变得没有气宝对不对 对那边就是操作第二篇号 我的策略就是 我除了争取第一篇号之外 我还要想办法去争取第二篇号 对啊 我不是叫人家说 你不要投蒋旺 要去投黄珊珊 对我刚才说的 对不对 我刚才叫我说 黄珊珊就变得第二篇号了 欸这样很危险欸 对啊 对不对 对啊 这样在那个台湾不是 现在有第三势力吗 会有什么三角柱的 要怎么 蔡英怎么讲 三 你好乱的 我不会讲蔡英 这种奇怪的玩法完全不一样 你的对手他不是这样之后 你的对手他会建议 就是说 如果假设你 例如说像那时候 工党跟绿党的那个 呃 的票数不是很接近吗 对 那那时候的工党 都是建议他的选民 直接把绿党排最后一个偏好 啊啊 我知道 对 对 然后你这个票就永远不可能 你这个票就永远不可能 被算到绿党去 对 哦 所以这样才合理 因为只有第二篇号 才有机会被记录嘛 对 我懂了 所以如果我是一个国民党支持者 我台北市长选举的 编号第一名蒋旺安 对 第二名称时钟 第三名黄珊珊 假设啦 就会变这样子 因为 不想让黄珊珊有机会 对 就是做二望一的那个二 是最危险的 所以反而有的时候 变成是这个偏好 会有两种状况 其实第一种就是 我真心会把 跟我意识形态相同的候选人 按照喜好顺序拍 第二就是 我会想要让某一个人获胜 对 那我会反而 让我心中 比较喜欢意识 接近意识形态的人 把他排最后 我认为这样可以 所以你要把扎二乐 放进第二篇号 诶 诶 诶 他这都扎二乐当选 对对 扎二乐当选 会不会变这样 我对台湾的民主的破坏 我推了一把 我一辈子的良心不安 我三天睡不着觉 所以你的第二篇号 其实都是有机会会上的 所以基本上 你第二篇号不能乱放人 所以像那时候 例如说像那时候 我帮那个Adam Benson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第一轮开下来 我记得他拿了45% 然后后来 所以就 就还没过半 所以要再开第二篇号 开完以后 他就变55%过半了 哦 对 就是说有10%的票 就到他那边去了 这非常有趣的各位 你看我们讲法国的时候 不是二轮投票制吗 对 对 那就那个策略 就会不太一样 对 对那这一次你看 这种偏好投票制 就很有趣 而且很好玩 而且看这种政治的制度啊 对 而且设计的时候 那个美好想象 可是实际在玩的时候 都会有落差 都会有落差 在设计的时候 是希望大家 不要让他被选票 按照自己喜好 从1排到16 对啊 但在投的时候呢 你超爱那个1 所以你会把 你很不喜欢的人 摆到2去 对 所以你实际投的 未必是真的按照 你心中的那个期待 对 想下来的 可是这个也有可能是 因为他们所采取的制度 就是一个选区 只能选上一个人嘛 对吧 对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众议院是这样子 然后参议院 一样也是选党 他也是投党 投党也是排片 那你也可以投人 那投人的话 你就变成也要写 就是好 就例如说 我这个选区的参议院 参议员 我有5个政党出来选 然后我每个政党 我都有自己的名单 那可能加起来的 那个候选假设 有50个好了 你如果今天不想选党 你要选人 那你就变成 你要写这50个片号 你就要从1排到50 简单来说 不分区名单 要么你就是 1国民党 2民进党 现在实在力量 不然就是国民党 不分区30个人 实在力量可能10个人 那就是70个人嘛 你就从1起到70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 不会这么无聊啦 他会选党就好了 对 直接投党 哦 好有趣哦 好好玩哦 你觉得台湾适合吗 不适合 我们那时候其实有 就有在跟朋友讨论说 台湾如果要这样子投的话 应该会暴动 因为就是大家会不信任 这个开票的那个结果 因为太复杂了 你光是要跟大家解释 这个怎么开 啊 但不过我觉得可以模拟一下 投也要解释 开也要解释 光投不过就拿10张选票 骂翻天 都搞自乱七八糟 叮手中生气 对 叮手中生气 对啊 这个真的是 我觉得很好玩耶 而且我突然想到 澳洲是不是强制投票 对 我刚才想要讲这个 对 不投票会怎样 不投票就会被罚钱啊 但他们是不是要 先去登记成投票 那你一旦登记就一定要去投 所以我只要我不登记 我就可以不用投 但是你不登记 也算是一种你不投票啊 我记得那时候不登记 也是会被罚的呢 所以一定要去登记 然后一定要去投票 因为你是有选举权 但是你却没有登记也没有投 其实是会有问题 而且通常他那个登记是 他其实已经有名单了 然后他会寄一个那个单子 去提醒你要做登记 OK 澳洲很凶耶 好凶 那所以投票率真的很高吗 投票率每次都超过九成啊 我必须讲澳洲 民主奇迹 澳洲真的很凶的国家 对 不准不投票 对 投票还强制你 你一定要排顺序 哦 对 你第一你一定要来投票 第二干你一定要把功课做好 对 你不能乱投啦 顺序你都要了解得非常清楚 在台湾这样搞的话 全部都去拿小超 对啊 对啊 民进党制作就拿 就是手机这样子 对啊 我一定跟爸妈讲说 哎 等一下你们就这样投 对 哎 1324586 对 对对 就会这样 那澳洲也会这样吗 就是大家投票的时候 就是互相都 大家都带小超 然后互相命令说 你要怎么投 就是会搞成这样子吗 我是没有听过这样子 还是他对他们来讲 他们已经太习以为常 所以这不会是一个 就是 就拿出来讨论的事情 我是 没有 听到他们可能会 为了选举 就是这么强烈的动员 我说家人跟朋友之间啊 比较 至少我没遇到 对 但是小超这个东西 就真的很普遍 因为太难了 所以大家一定会带小超 我觉得 很有趣 很好听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 因为投票制度 政府制度 讲差不多了吗 大家学到新知识 今天可以带回家了 对 那我就接下来聊些 跟台湾有关的话题 好 因为大家都在意嘛 对 其他国家每次选举完 对 台湾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 会不会变轻中 对 每次都这样子 每次都这样 轻中反中 台湾直接关心人家 会变轻中 对啊 搞得好像人家 本来很爱中国一样 对 而且 有时候我都会好奇就是 干 搞不好人家根本不在 根本不care台湾人 然后我们台湾自己很关心 这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 不管他们care不care台湾人 他们变得轻中 就更有可能对台湾不利 对 这是事实 他们如果反中的话 也许就有机会靠近台湾一点 对 因为像之前的首相 Scott Morrison 好像大家都说他非常反中 对 一直骂中国这样子 对 可是像现在这个当选的工党啊 对 在澳洲被贴上这个轻中的标签嘛 习近平都出来了 对啊 那个广告是爽动 对 在台湾还没有人敢这样弄广告 说真的 在台湾民进党敢去买一个公车广告鞋 用习近平的脸说请投国民党吗 对啊 我相信台湾不敢这样操作 这样弄反会反效果 对 可是在澳洲完成这样 所以可见中国因素在澳洲 应该也是一个左右选举的某一个关键事项 没错 对啊 那我们听听看 我也听 在澳洲这次这个轻中反中的因素 在选举中会是一个焦点 它是一个焦点吗 其实不是 你看台湾人的自嗨 你看又来了 台湾本来自嗨 新闻就是截取这些 看起来很轻中反中的因素 其实还好 对 对因为我看到新闻的时候 工党上台台湾完了 就是这样子 对啊 实际上是这样子 证明我们都遗管亏天 对啊 第一个天讲说这次比较 大家都在讲说 其实实际上比较影响选民投票的 反而是像气候变迁的这个议题 人家不要多进步啊 天哪 也不是因为进步 是因为真的是怯身之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几年前的那个森林大火 那个真的是澳洲有史以来 最严重的一次森林大火 就是不只是那个动物 就是很多动物 真的就是在这场大火里面 就是就 绝种 很多啊 数量很多 而且很多人 也被影响 是连就是很多人的生命财产 也都被影响 所以那一次的森林大火 有引起就是澳洲对于 这个气候变迁的 这个议题有很深刻的这个这个感受 然后再来就是最近也是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 他们有那种就是极端气候下的这个 就是水灾 也是影响到的很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所以啊气候变迁 你怎么去因应气候变迁 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政策 去减缓这个气候变迁所带来的伤害 这个也是反而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甚至他们这是有一个一个团体 就是专门啊资助就是愿意再处理这个议题 晚一点可以查一下 但是我印象中我有看到这一题 就是说 他被 他不只是 是关键 而且甚至有人愿意出钱 希望你支持这一题 这样子 如果你候选愿意支持这一题的话 你可以拿到一定的选举经费 所以这真的是每一个国家关注的主要议题 真的都差异甚大 在台湾很大想像气候变迁成为国民党 国民党有些翻盘 就因为他们支持气候变迁 Oh my god 我真的难以想 我真的难以想 你说民进党 下一次不然是赖青德还是谁谁出来选 打气候变迁牌 一定输啊 Who care 但台湾其实也饱受气候变迁之苦啊 但是没有像澳洲这么严重啊 但其实你看 台湾其实才刚经历完百年大汗 对 前几年小林村那个风灾 对啦 这都气候变迁造成的 但是你看去年大汉 今年雨下到我都快发疯了 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 对真的 真的就像雨水你知道吗 对啊 所以这真的是每一个国家 真的差异甚大 很难想象气候变迁在台湾 可以成为一个左右选举的议题 很难想象韩国瑜在台上 跟大家讲气候变迁 你说韩国瑜上台 对 如果韩国瑜上台这个气候变迁口号是什么 水流都出去 水流进来 什么我打开要是水 泡澡浴缸要有水 我们要当塞子 之类的 很难想象台湾民众会真心的去关心这些议题 对 但我觉得如果可以往这个方向发展一定是好事 对啊 但是每个国家脉络就是不太一样 所以好奇是既然气候变迁是主要议题 所以我们讲的保守政权 好比说讲自由国家就Morrisen他们 他们做得不好吗 所以他们才这次输这么惨 像就是说在气候变迁这一题上面 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好的因应对策的 然后更别提像说像我自己个人也很关注像那个再生能源的发展这件事情 他们几乎是没有就是国家级的政策在处理再生能源的开发 那所以这部分其实你可以看到对一般的澳洲民众来说 只要他是关心气候变迁的人 他其实是很不满意 就是之前的这个自由国家联盟政府他们的一些相关的政策 那当然疫情也有受到影响了 这疫情就是他们的一些处置的方式并没有让就是澳洲人民觉得很满意 然后加上因为其实如果大家有去看他们的防疫政策的话 其实也算蛮严格的 那在这个严格的防疫政策下面 其实受很多人民他的生活都受到很严重的冲击 那经济其实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种对政府的不满就很容易就是转移到选票上面 完全可以理解 这个防疫我觉得真的是无解 我觉得疫情已经成为世界民主国家影响选情一个 没有一个国家是因为我觉得 干我们防疫做得超好超自治政府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你看我们讲韩国选举的时候 文在寅会输 当时他们也说什么 防疫 但是韩国其实明明被评为世界上防疫最好的国家 有吗 有些人是这样讲 就是他的重症跟致死率非常低 因为韩国虽然确诊数暴增 可是其实他们疫苗施打率 那其实澳洲纽西兰 大家也会说他们防疫其实做得不错 但听起来大家还是不满 我跟你讲没有人是满意的 就是说你可能让他的就是染疫数压低 通常都其实要有比较严格的防疫政策 可是严格的防疫这一定会冲击 就是人的生活跟经济安全 不是定时就是饿死 那我们回过头来 还是聊一下亲中这个因素 因为大家又想听中朋友 其实也是很好奇 对啊 工党亲中 对 大家最后都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 你看我们那时候聊了世界各国的议题 我们也跟韦婷分享一下 就是讲到我们讲到 有可能比较进步派的议题 对好比说像 这个讲南韩 进步派 大家觉得亲中 对 讲到这个法国 对这个法国共产党 亲中 然后讲到 菲律宾就没有这个议题 菲律宾都亲中 对 那大家就想说 Morrison下台 那就是变得 完了 亲中的势力上台了 是这样子的吗 我觉得工党的确传统上 它会被认为 他们的价值上面 会比较接近 就是中国啦 因为毕竟工党跟共产党本身 比如说真正的共产党 本身享有同样的价值 就是对劳动权益是 是比较关注的 那当然 就是比较社会主义路线的 中国的共产党 已经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了 就是他们是另外一种 对 中国特色的共产党 对中国特色的共产党 所以 传统上他们有这个根源 然后再来就是说 的确现在的这一个 要准备要 已经上任的这个新的总理 他以前 在 因为共产党以前也曾经执政 然后他曾经担任一个叫 就是Kevin Rue的那个 副总理 那Kevin Rue就是一个 很有名的 非常亲中的一个总理 所以 我觉得大家 你说那个是陆克文 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所以大家会 把它视为说 他可能也是很亲中 我觉得 这可以理解 可是 必须说的是就是 你可以想象就像 美国的拜登一样 就是当时 他要上台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怀疑说 他是不是在 对台跟对中国 这样一直有时候改变 可是实际上 这种东西 就是它是一个国际趋势 今天美国跟澳洲之前的前任政府会对中国政策会走到这个地步 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然就是因为中国在全世界它为了要夺取就是更大的主导权 它是一个比较有侵略性的一个政策在扩张它的领土版图跟权力 那再加上它也的确做了很多就是让澳洲很不爽的事情 那所以才会让整个那个社会的氛围是比较怀疑就是中国 然后比较没有办法就是接受中国的这种扩张策略 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已经 就是入侵中国 而且这个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怀疑是 其实起源有一本叫做翻译成 然后叫无声的入侵吧 这本书 我有看过 你有看 我有看过 对我有看过 我刚才就在 其实我刚才一开始讲到澳洲清中 我就一直想到这本书 但我一直忘记它中文的名字 我就印象非常深刻 它就是澳洲出来的书 对 无声的入侵 对 它这本书造成麻大喉弄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这个议题一直在民间有在被讨论 可是都没有人有系统性的把这个议题好好的整理 说到底它已经入侵到什么程度了 然后把一些具体的事正列出来 那这本书是很全面性的去讲 包含在校园啊 在一些就是民间的组织 中国怎么样去渗透 那这本书一出现以后 其实真的在澳洲当地引起很大的回响 我还记得那本书 刚出来没多久 我就被好几个在当地 local的朋友不是移民 就是来问我说 说这个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 然后现在这本书在澳洲当地很轰动 然后我说我知道 我大概知道在讲什么 这讲的东西在台湾都发生过 所以我很了解你在说什么 我就是一个活字典 问我又对了 而且实际上 跟高中讲说first time 而且实际上这种事情也有曾经发生在我身上 就是我那时候 我前半年是帮那个Adam Benz选举在墨本 后半年我就到雪梨 帮一个州议员 叫Jimmy Parker辅选 然后我在帮Jimmy Parker辅选的时候呢 刚好期间遇到六四 那六四的时候 那边的就是一些 其实澳洲有很多 当时六四发生的时候 在澳洲留学的中国留学生 他们就有被留下来 所以你看某种城市 他们也算是受难者 那他们在那边留下来以后 其实有形成一个群体 那每年都会纪念六四 那我那一次就遇到他们 就是在纪念六四 然后他们反正因缘际会 他们找上我 然后问我说 有没有可能就是邀请议员来参加 那那时候 我也没有想太多 我觉得说是这种东西 其实多支持是好事啊 虽然他们是中国人 可是其实我们不是反对中国人 是反对中国的极权政府 所以那时候我是有建议 我们议员说 我们可以去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去表示就是对 对于六四的哀悼 以及就是对这个 这些人的支持这样子 然后他们也蛮屌 他们就直接办在那个 中国大使馆外面这样 就一个类似平方文会这样 然后那一天呢 我们议员还真的去了这样 那而且你还看到 就真的有警察 就是有点在 一开始有点为难他们 因为就觉得说 你们干嘛在那个 人家大使馆外面这样子 就是做这种这种事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 我们议员还有 就直接过去去调节 然后让活动可以顺利进行 然后最后他甚至还上台 就是去演讲这样 结果呢隔天 那个 我先进办公室 然后没多久以后 我议员进来 然后说 他说你知道吗 我今天呢 遇到我的另外一个同事 就是另外一个议员 他跑来跟我说 哎你昨天去那个 就是参加六四的活动 对不对 然后他说对啊 怎么了吗 他说 哦 那个大使馆的那个人 跟我叫我转转打你啦 说不要去管别人国家的事情 管好自己国家的事情就好了 哇 哇中国人这个战狼的口气 真的是 不舒服耶 真的非常不舒服 可怕啊 真可怕啊 但是反几巴 那他议员有什么反应吗 那个反应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他说 我原本还很难 他会不会责怪我说 怎么介绍他去参加这种活动 想不到他下一句就说 说 我才没在怕他们的嘞 就是 那个 我要去参加什么活动 是我自由 而且这是在我的国家 我要参加什么活动 怎么 但是我们国家的事 怎么会是他们国家的事呢 哎哟 各位观众 Jamie Parker嘛 对 记住这个名字啊 Jamie Parker 记住这个名字啊 对啊 这个很屌啊 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 对啊 中国人闭嘴 对 所以其实这 这个就是他们的确真的是 无孔不入啊 他们会 而且是及时反应的 就算州议员 他们也要这样子 就是去警告你 叫你不要再去参加这种活动 然后那时候 其实 整个社会氛围 其实并没有去感受到 这种中国的入侵 是我离开后 没多久 这本书出来以后 它才变成一个很广泛的议题 然后在那之前 其实都只是大家默默在讨论 就觉得好像哪里乖乖 这里乖乖的 然后少数人有感受到而已 然后只到那本书整理 系统性的整理出来后 大家才发现 不是只有我觉得怪怪 原来 其实这个怪怪的事情 发生在很多层面 然后这种反中的氛围 才慢慢的扩散下来 然后进而影响到 当时的那个自由党政府 然后他有 可是其实 实际上我们在看的时候 会觉得说 他有时候他在讲那些 反中原来有点表演性质 OK 对 那当然他的确也有一些政策上面 当然他也是有 可是 我们觉得 就 我和一些朋友会觉得说 他的这些所谓的这种 他说的其实比他做的还要多很多 然后 所以回到工党来说 基本上我们的评估会觉得 他应该还是在政策上面会延续这种 就是对 我们不要 我们不会说反中 但是会说 对中国会比较 原来维持着一个警戒 警戒心 然后会去注意就是说 这是中国的入侵的问题 然后去 相对来说 可能还是会维持就是 亲美的路线 而不是亲中的路线 只是我们可能比较 不会再看到像前任总理 很多那种比较表演性质的反中言论 会比较少 OK啦 我觉得观众听到这边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面对世界各国选举 冷静 你不要看东森新闻 你就觉得 东森新闻云这样讲 我们就干完蛋了 就是你还在冷静下 就是知道说 其实每一个国家 就是对 那个外交的政策 其实有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就是 我们观察下来 其实这些在那个不同国家 不同的政党 他们对内的立场可能差很多 对 但对外可能有时候 没有大家想象中差这么多 因为那是个趋势 对 因为你对内你有强制力 可是对外你没有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共和党那时候撕掉政权 变成美国变民主党上台 拜登上台 大家就完了完了亲中 现在看起来好像也没有这么夸张 对 所以或许面对澳洲 我们可能也是要一样思维 就是那个反中已经变成 他们的国家的外交的一个趋势 尤其是澳洲其实跟美国 在外交政治上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 尤其是国防议题 都有很多的合作 对 所以或许我们不要这么的 就是 就是紧张 对 就是也不要那么的焦虑 就觉得完蛋了 一定怎么样 怎么之类的 没有这么一定 我分享我的想法是 你要去想 一个小国面对强权 澳洲其实也不小啦 对 澳洲其实也不小 我刚才你在讲台湾吗 对 应该说任何国家 我提过一个背景 其实澳洲人口跟我们差不多 你不要看他的土地面积那么大 如果你觉得澳洲大的话 其实台湾也蛮大的 你觉得澳洲小 那台湾就很小 因为其实我们人口数是差不多的 都是两千多万人 各位不要忘记匪薄啊 永和一个一个永和区 澳洲比不上 OK 所以同样的概念嘛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澳洲也两千三百万人 同样要面对这个世界各国的竞争 那政党在国内的舞台去竞争他们的政治利益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在国内要去赢得选民的认同 要去赢得国内利益团体的资源 那有的时候那个资源是从国外来的 对 所以要看他会不会转风向 其实是要看这些在竞争的国家之中 就中国跟美国 他们到底对澳洲来讲 有没有什么利益可以拿 对 所以我觉得要看的 其实会不会从青美转向青中 是要看从青美转向青中 是不是真的可以让澳洲从中得到好处 那有一些政党 尤其中南美洲 很多的国家 他们的那个谁会选上 就是去说我们现在跟中国建交的话 我们可以拿到什么样的投资 中国会帮我们盖马路什么什么的 那更多时候可能是中国 台湾其实也有啦 就是可能会塞钱去贿赂什么什么的 对 所以其实去看 这些不同的国家 他们在某个国家之间 可以带来什么样的利益 这个才能或去判断 这些国家会不会转向 对啦 重点就是不要这么容易慌张 因为对这些政治人物来说 这也是他们的筹码 我今天比较亲美的 我就可以跟选民说 我们跟美国教学人好 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我们不要轻忠的 我跟中国教学人好 可以带来什么好处 他们可以拿这个去 得到选民的认同 去争取选民的认同 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是要这样去看 没错 那现在澳洲的状况 是无声的入侵 那本书蛮好看的 类似芒果感的感觉 有点强烈 对不对 可能不到芒果感的地步啦 但是就是说 比较累 但是可能没那么严重 对 因为澳洲相对于我们 他们对被中国的威胁 还好啦 就是中国就是尽可能 在扩张他们的势力而已嘛 那最近一次的案例就是 他们直接亲门踏户到 他们家门前的 那个索罗门群岛这边啦 所以基本上对澳洲来说 他今天考虑的不是轻忠啊 很反忠 比较 我觉得美国也是啊 我自己也观察 其实各国家都一样 都是在考量是 怎样的外交策略 对他争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是最有帮助的 对 这比较是 他最主要考量 他不是为了台湾 不是为了反忠 不是 他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这样 我觉得各位就是有说 台湾也是嘛 对 台湾也是说什么 青梅的话 多好多好多好 其实重点是 亲中多好多好多好 怎样对台湾好 对 对啦 很明显 亲中对台湾一定不好啦 这个各位观众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啦 这一定要知道的啦 你要不要说 我觉得亲中对台湾好 干 不用听了啦 OK 我真的怒啦 对这个动作 我是真的怒啦 但是我 好 这不是我想讲 我想讲的事情是 不要 对 就是世界各国都在为自己利益打拼 我们要创造台湾最好的利益 让他们觉得 对台湾好符合自己利益 不要每次都放大说 台湾那些国家到底什么 到底亲不亲中 干 根本没有人那么care台湾好不好 对 你要让大家care台湾 不是在那边觉得大家 对台湾要怎样好 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啦 所以不要每次看到这边骂 我就觉得 有点烦 对 我觉得有点烦 就是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懂 我们就静静的看 然后听一些专业的人讲 然后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觉得这比较重要 没错 好 今天就到这边差不多 时间也差不多 我觉得今天 收获很多 收获非常满 对 中间各位 中间那个偏好投票制 那边好好听啊 对 那个知识带回家 大补铁啊 那个很赞 大补铁 对啊 那个真的很赞 对啊 听你想一想 台湾适不适合 对啊 因为台湾常常说 这选票被浪费 投小党怎么要浪费选票 对啊 像上次 有一个不太会 浪费选票的制度出来了 搞不好 还不一定 还是 搞不好还是浪费啊 对 我跟你讲 一定很多民党支持者 时代力量放最后 我跟你讲 我觉得一定变这样 我觉得一定会这样 一定变这样 对 城市中摆第二 讲万一 城市中二 对啊 一定都是一票 黄山站第三 对啊 没有 他不会按照 真的那个 如果万有其他独立候选 黄山站就最后 没错 然后民众党就是 讲万一 最后 我也一定会这样 没错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想想看 我觉得政治制度 是怎么好玩 好玩啊 好玩就不得了 对啊 而且我每次看这些制度 我真的觉得 理想是一回事情 现实都另外一回事情 对啊 我们今天感谢韦婷 跟我们分享 澳洲的这些政治 跟选举的制度 也让我们看到 听到很多澳洲 来自当地现场 对 很直接的一些分享 辅选的经验 对啊 对啊 谁会有澳洲辅选经验 这个真的太珍贵了 太屌了 真的太屌了 我们先谢谢韦婷 谢谢韦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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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